这节我们来看一下Final关键字 那Final这个单词翻译成中文就是最终的意思 我们常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什么什么 既然说是最终的了 就说明这个结果是无法改变了 那在Java语言里面呢 Final同样有着类似的意思 比如说Final修饰的类是无法被继承的 Final修饰的方法是不能够被重写的 Final修饰的局务院量 一旦复制之后 它的值就不能再改变了 Final修饰的成员面量 必须要对它进行初始化值 我们来通过代码测试一下上面几条 这里我来创建一个Final修饰的class类A 然后再来一个classB 让它继承A 编译已经报错了 它说无法继承最终的类A 那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 也有着类似的情况 一个人可能一辈子无儿无女 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在Java语言里面呢 Final修饰的类是不可以有任何子类的 也就是说Final修饰的类 这个类已经是最终的了 它不会有任何的子女了 因此Final修饰的类是不可以被继承的 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Final修饰的方法 无法被重写 我这来创建一个classC 然后呢在这里面有一个Final修饰的方法 叫M1吧 然后呢我来一个classD 让它去继承classC 我在这个D里面重写一下这个M1 看看是否可以啊 这里面也报错了啊 无法覆盖C中的M1 这样我把它们先注释掉啊 之后呢再来看这个 Final修饰的变量一旦复制之后 其实不可以改变 我在这个命方法里面 来写一个Final修饰的变量啊 I吧 给它附上值10 之后呢我想把这个I的值改一下啊 Int类型的 给它改成20 看上可以吗 这里面也报错了 无法为最终的变量I 重新分配值 再来看最后一条 Final修饰的成员变量必须初始化值 我们来写一个成员变量吧 来写一个成员变量吧 重新编译 它这边也报错了啊 变量K为在默认构造其中进行初始化 所以呢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来个10吧 这样就没问题了 但是呢我们在开发当中啊 一般是Final跟Static同时使用的 怎么使用呢 是这样的 Public Static Final 我们这里来定一个 呃 圆周率吧 Pi Double类型了 3.14吧 开发当中通常是这么写 我们管这个叫做长量啊 因为Final修饰的这个变量是不可以改变的 所以呢把它叫做长量 并且呢这个长量的标志符啊要大写啊 当然了你可以不大写 但是通常呢我们要求大写啊是一个规范 这里呢我们看到了Final修饰的这个基本数据类型啊 是不可以改变的啊 它的值是不可以改变的 那Final还可以修饰引用数据类型 Final修饰的引用数据类型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再来重新写一个 载码看一下啊 新建一个Java类 叫做FinalTest02 把它保存一下 那在这里面呢 我给它来一个Customer类 在这个类里面有两个成员面料 分别是名字吧 还有年龄 然后呢我通过购造方法给它进行初始画质 之后呢 那我在这里面创建一个Final类型的对象啊 C1吧 名字呢给它传一个张三 年龄 年龄就传20吧 这个对象创建好之后 我想把C1啊 让它指向一个别的对象 这个C1指向呢 是张三这个对象 这里啊 我再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叫李四吧 年龄是21 这样可不可以呢 来编译一下看看 它也报错了 说无法为最终变量C1分配值 也就是说Final修饰的引用数据类型 它的这个指向的对象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这里面指向的是张三这个对象 我想再让它指向李四这个对象是不可以的 把它注视掉 那它指向的对象不可以改变 那它对象里面的值可不可以改变呢 我们试一试 我这样在这里面直接给它把名字改了 王五吧 把他年龄改成23 然后再打印一下它的姓名和年龄 看这里面最终打印的结果是王五和23 说明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象里面的值可以改变 但是呢不能够把它的指向所改变 说白了 就是说不可以改变它它的内存地址 不可以改变它指向的那个内存地址 这个是Final修饰的引用数据类型 这块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Final修饰的基本数据类型 值是不能改变的啊 那Final修饰的引用数据类型呢 地址是不能改变的 指向的地址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对象里面的值是可以改变的 这个呢就是Final分别修饰引用数据类型和基本数据类型的区别 这个呢就是Final修饰引用数据类型的区别